另外美中工商协会举办第14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由美国华美国际物流副总裁陆成继续连任会长 而这场活动也被视为中美商业交流的高峰会 吸引上百位的企业精英以及各界领袖聚集 美中协会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朋友的关心爱护 多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是希望说在为今后促进中美 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贸易的繁荣和交流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许多成功华裔企业家都来现场 包括了华欣保险总裁张国新 今年也成为协会的会员之一 另外华裔民选官员赵美新 加州主计长江俊辉都颁发贺壮来肯定协会的贡献 我们下期待